来了来了 你来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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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是出任务了吗 我受疮了 李哥给我安排的慰问礼物 这个虾怎么比较大一些 哦 95分 95分是当下成了年轻人最爱用的二手前置交易平台 这个是95分给我的慰问疗伤的礼物 今天这个礼物怎么分呢 我会提出两类的球类问题 一个是篮球 一个是足球 让大家相互结合一下这个视点 在同一个情况下 他们是怎样不同的处理方式 别答对了 谁可以自己 球 我先问一个篮球了 篮球的中心距离滑销线的距离是多少 解散 说的是篮球中心到滑销线的水平距离 垂直距离还是斜的直线距离 直线距离 4.75米 差一点 4.6米 我现在觉得 倒是答案可以取得最接近的 我估计没人能答对 我可以算出来 篮球的高度是3.5米 我们用高股定理算就可以 我把这个问题降点吧 30线距离是多 6.25米 对不对 这双鞋应该是全新闲置的吧 据我所知啊 95个人的全新闲置鞋能比市面上第六七百 第二个就是关于足球的这个 足球的点 打点球 12吗 是米 球 哎 马 马 刀马 你刀工 哈哈哈哈 12个吗 但起码都没一点的牛 哈哈哈哈 不许 8 2 1 1 9 11 nice 今天我这个确认是好东西 如果不是好东西你就给我 这应该是手表 但他平时也不怎么戴表 那现在你有了 你就可以直接用他去搭你夏日上的衣服 夏天是非常简单一个题 这个就简单是给大家搭送了 抱着篮球踩到边线的时候是不是出键 举手啊 我举手啊 是不是出键 不是 我 我是 是不可把这种 你确定一下周围的答案 这出键一定是出键 有吗那就行了 这个里面可能没有东西 这个小的可能是固论妹的 我先围一下 二斤 我手一改就到了 哇哦 这个应该是穿过了 这装穿过的 这个整个鞋面啊 你看 对来看一下鞋面 连脚都没有 对 这个鞋 估计比全球要便宜好几百 实战把球穿 我觉得还是手滑 对对 又回到足球场 足球队员在接线外 然后球在接线 踢球算不算出键 我我我我猜还没说完这取手啊 摄像 谁 就他吗 不出键 那你怎么听到头不一定 他这个就是球出键了以后 那个球算不出键 也不定 我问你回家队呗呗 就是不出键 你不要管你问的是什么 哥我来偷偷告诉你一下 不出键 然后例子是贝尔那球 谁你还没成 对上贝尔的那个球 穿了什么颜色的 因为我们办公室 一点都不懂得 嗯 小喜遇都不懂 该让哥哥挑 挑哥 我什么样的 就他 不应该是我的吗 我来发这个问题 哎呦 刚好 他们不懂这就叫缘了 嗯 这还真是 飞吧比赛中 全场比赛时间是吗 飞吧 说什么 说啊 48分钟 我还没说 我还没说量 说你说吧 48分钟 哈哈哈哈 我说是错的 40分钟 对 回家进去 给乌鲁木齐的 为什么是黑色 因为黑色代表 冷漠 能哭 独球比赛的 加实赛的时间是多少 我 这位老夫呢 可以求助我 求啊 求啊 我走 三分钟 三分钟 你们 哈哈哈哈 三十分钟 你要上两 45分钟 两分钟三个小时 哎 其实他顿着呢 再加实赛分上下半场 住 都不懂了吧 你们的支持 储备还是比较浅薄的 还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说今天没过来 一次 看来吧 看来 但没有多眼睛 这个耳机啊 对啊 现在在95分钟 这个耳机啊 如果你丢了一只 在95分钟 还可以买三只 哦 难价 还要好几百分 啊 最后来就感谢 第一个多吉兰的 嗯 我们正常感谢的是你 慰慰的是你的东西给我 哈哈哈哈 但是我深信一句话 分享你得到 这句话真的没听到 耶